我心里走 你看啊 你就学不会人交那种 柔柔弱弱的样子 不就摔个娇嘛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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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水分位啊 我给你倒点热水 先吃消炎药 热水 这种天气 那我去给你买宽泉水 你看啊 把我们班长眉得暈乎乎的 快别说 像这种转下来的 把车是因为走厉害 说什么呢 没凭没据在背后说人坏话 医学证明 舌根嚼多了是会长口疮的 我们说谁坏话了 是你偷听我们说话 才不好吧 就你的大嗓子 我需要偷听吗 我有水 不用买了 你有病吗 这件班主任的课 班主任的课就更好小点了 附近浩真的挺奇怪的 他以前只关心学习的 怎么突然这么关心寒飞啊 所以我才问你啊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好了 我们把课本翻到三十二页 你这早点 回家以后记得把伏手做好 好了 下课 跟我来办公室 说吧 为什么要换座位啊 韩非和王楚同关系不好 他们俩坐在一起回听一下学习 同学关系不好 我们应该主动引导他们俩和好 你这样把他们俩隔开 他们不是跟我隔阂吗 韩非不一样 大家对他好像有些什么误会 有什么误会啊 晚上你知道韩非为什么转学吗 你问这是做什么呀 没有 就是关心一下同学 我听大家说他好像是因为 早恋 没有的事 韩非是个好学生 他只不过是在学习上不那么积极而已 你其实跟他坐在一块吧 也挺好的 可以带动一下他学习上的积极性 他今天上课是不是又睡觉了 他今天早上从楼梯摔下来了 把脚受伤了 老师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 我送他回去 你送他回去 你送他回去 进 报告 进来吧 老师 这是我的请假条 刚才摔了一跤 下午体育课 那好 那好 受伤的就好好休息 谢谢老师 再乱打击我们家的事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你啊 主动关心同学是好事 可你总打听人家家 你别说韩非一个女学生嘛 就是我也觉得奇怪 你啊